2018年總統蔡英文出訪友邦 史瓦蒂妮親自參訪史晶政府醫院 這是由臺灣協助興建的急診劑門診大樓 現在已經落成使用 而蔡總統九月五號 不只將出訪史瓦蒂妮 也會再度造訪史晶政府醫院 三立新聞獨家專訪 扮演臺灣醫療外交重要的幕後推手 這我大概去了一年左右 那二零一二年一三年左右 開始有培養他們的一群的 這個史國的學生 然後到我們的臺灣來 接受醫學的醫學系的教育 那這些學生回去之後 就是變成他們的醫療的一些主力 看到說我們臺灣的人 不但是和善有能力 而且是團結的 我們從人出發得到 他們對我們也是人的回饋 也間接來自我們的外交關係 更為鞏固 我相信這個情誼會繼續 不靠金錢外交跟中國禁竹 我國站穩務實腳步 史國電視臺也曾專訪我國醫師 並大篇幅報導 介紹臺灣醫療團 這回蔡總統出訪 更是備受領域 形成重頭戲 就是參加史國慶典 總統蔡英文也成為各國元首 代表當中唯一一個上臺致詞的人 史瓦地尼國王在去年十月底 曾經訪問臺灣 時隔將近一年 是否兩國建交五十五週年 蔡總統出訪前夕 包含南非等非洲十一個國家 多位政要 也透過聯合聲明及致函的方式 表達歡迎 儘管中國無所不用其極 打壓臺灣國際空間 但我國也藉由醫療人道 這次跟事件證明臺灣可以幫助 三神游人博 黃沈牧 朱樹君 台北報導